轻鱼搭着抗氧化剩品。 院长,一盘让你一头黑发。 白发可能是局部血液流动不良造成的。 日本健康节目邀请到AGA Hair Clinic院长水岛豪太,以及心血管疾病权威,持骨医院院长持骨米郎进行解说。 水岛豪太表示,头发根部的黑色素细胞,是负责制造黑色素,帮助人体生成黑发的关键。 而白发变多的原因,即是透过血液输送到黑色素细胞的营养不足,无法正常制造黑色素,并可能有遗传、压力、年龄、营养不足等因素偶关。 尺骨米郎进一步说明,血液输送到黑色素细胞的养分不足,可能是因为人体老化。 造成的局部血液流动不良,虽然蛋白质、矿物质都是制造健康头发的必需品,但如果血液循环不良,养分也无法正确运送,自然无法产生健康的头发。 天天一餐黑芝麻、番茄、青鱼,帮助血液顺畅,防白发。 而想要让养分输送更为顺畅,蚕骨米郎推荐的方法很简单,就是吃青鱼。 青鱼富含的ETA,它,可以帮助血管扩张,使血液流动更顺畅,养分也能因此顺利到达黑色素细胞,进而帮助改善年龄增长所生的白发。 蚕银很久的,しかし, requisite色素细胞,食股脑您就改善一道食谱,在水煮清鱼中加入具备抗氧化作用的小番茄、黑芝麻,还可以让效果更上升。 日本李健英子Clinic院长李健英子表示,黑芝麻中的黑芝麻木分酥。 具备抗氧化作用,可以帮助去除造成人体老化的活性氧,而且芝麻还有丰富的维生素E,也同样具备强力抗氧化作用 而且,黑芝麻也富含矿物质,矿物质,例如铁、铜、钦、钙、钾等,也是活化黑色素细胞不可或缺的营养素 材料 轻鱼100克 小番茄4克 黑芝麻一小茶匙 黑芝麻一小茶匙 做法 清鱼水煮后捞起,拌入小番茄,撒上芝麻即可享用 一天吃一次,就可以满足一日所需EPA,答